當然他的問題是性功能障礙危居多 那我一直希望他可以好好的跟他老婆說這個事 但是他每次談到跟老婆聊這件事 你就覺得那不是很尷尬嗎 大家好 這裡是松腹蜜語 我是童老師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議題是 為什麼夫妻在一起 關了燈我們可以信愛 但是開啟燈我們卻不能夠聊性這個事 性如果變成一個非常隱晦的話題 我們如何去溝通跟討論呢 這裡的問題其實是隱藏著很多的不堪 最近有一個個案來訪 那男的就是科技業的工程師 那女生當然他們是在業務相關的過程中認識的 那他們的認識過程當然是以事業為主 在課程中當然他的問題是性功能障礙危居多 那我一直希望他可以好好的跟他老婆說這個事 但是他每次談到跟老婆聊這件事情 就覺得那不是很尷尬嗎 他常常說的就是那不是很尷尬嗎 那我覺得你早些都不尷尬了 為什麼聊這個事情會尷尬呢 那後來呢我們在抽絲波檢談這個議題的時候呢 他就會說因為我每次要進行的時候 我會用很多方法讓自己稍微緩下來 不管是我是用有麻藥的保險套 或者是我會自己打一發之後再練習 或者是我轉移注意力 反正總而言之就是灌上燈之後 我有很多的辦法讓自己延緩大概幾秒鐘射精 但當然他會來訓練一定是他已經用了很多方法 有改善但是不明顯 但這件事情不是只有生理上性這個事情 我在前面幾集已經談過 他就是一個心一個生還有一個關係上的問題 可是我們大部分以為早些這問題 他就只有生理上的敏感 其實還有很多是來自於心理上的焦慮 那如果你自己都沒有辦法認同我們這樣的焦慮 會促使我們的早些更嚴重 那我們怎麼去跟對方討論呢 我覺得這個尷尬他說 那不是很尷尬的這件事情有兩個意義 是他自己對自己早些的事情不認可 他又沒有辦法去告訴別人 他怎麼樣才能夠變得比較好 或者是我們兩個怎麼樣才能讓早些這件事情比較好 後來我就跟他討論到如何聊早些這個事情 當然你如果有來參加課程 我會希望一個人跟兩個人是一樣的 在我們的中心裡面 我們當然是希望夫妻或伴侶 可以在性上達到一個比較美滿的狀態 所以對我來講我當然會協助你們 但如果你們還是在觀望的人 我們可以照這些步驟來進行 第一個我們開始可以從非性的語言開始聊起 就邊緣性對性這件事情有注意的事情 就是如何讓我在性愛的開始不要那麼緊張 幫我進行一些性相關的按摩措施 可以讓我對於性這件事情不要焦慮 第三個就是我們在過程中可以把速度放緩 告訴對方我要怎麼樣才不會那麼敏感 以上如果我們開始從非性的一直到性的 從一個人的練習到兩個人之間的相互練習 我相信我們把我們個人的焦慮放下來 兩個人在談論這個事情的時候 焦慮的程度就自然會下降許多 那至於對方能不能接受 我覺得還是要給對方一點時間 我們不能要求一個他完全還沒有經歷這件事情的人 一下子就能接受 但至少我們有開始 那這集就到這裡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話 麻煩幫我們的影片下方留言 那如果對您有一些幫助也幫我們分享出去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裡 拜拜 下次見